光天化日 不速之客撬窗破门 连续作案13起 视频侦查 警方锁定嫌疑目标 却发现查无此人 指认现场 受害人损失巨大 为何选择原谅 情法交融 嫌疑人对抗审讯 转而吐露心声 我是谁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犯罪嫌疑人都是 使用暴力手段 破门破窗的方式 实施盗窃的 这13起案件 是同一人所为 张某龙 张某龙并没有 明确的身份信息 他过去受过处理 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将其详细的身份信息 进行核对和登记 我们也是很困惑 在2021年11月24号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清水派出所 转过来的一个入室盗窃的这个警情 你这个案件先去顶弄 看到有什么痕跃的 尽量不要动它 先去顶它 那一天的话 就是晚上大概五点半左右到家 到家之后就直接上楼 上楼之后就发现房门被砸了 当时我爸爸也不在家 就跟我跟我妈两个 就比较恐慌 有进来陌生人了 他们家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农户 是在我们这个清水的这个江梗边上 算是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门上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踹踏的痕迹 卧室里面一片狼藉 有明显的翻动痕迹 我们在二楼的地面 发现了一枚足迹 这个足迹和门上的踩踏痕迹的 花纹大致相同 从这边看来之后 厨房要近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 有一个视频监控 于是我们立刻调取了这个监控的视频 从江湖中能看到 这个人的身高大概在1米70左右 体型是稍微偏瘦 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下身是一个黑色裤子 头发是短发 戴口罩 从步态 走路的姿势 有一个很明显的内巴 精明犯罪嫌疑人 打开了每一个门 挨个进行这个搜寻 但是都没有搜到有价值的财物 于是这名犯罪嫌疑人 顺着这个围墙翻爬出去 整个作案的这个过程很短 没有发现什么损失 后来过了几天之后 就是也检查了一下 确实没有 根据我们这个法律规定 入室盗窃这种犯罪 无论是否取得财物 都应当以盗窃案件 进行刑事立案侦查 但就在开展工作的这两天 分别在11月28日和29日这两天 清水地区又发生了两起 入室盗窃案件 张女世家也是一间农户 房门是过去很老旧的 那个木制的房门 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通过暴力手段 脚踹或者是用硬物 将木门破坏之后入室实施盗窃的 原来整个都是放着火烤 你放着去的淘宝盖 放着几十四步呢 这家现金没有丢失 反而是什么丢失呢 一个黑色的熊猫牌电视机 以及一些零碎的食品食物 包括张女世家的一些瓜子面包 都被这个犯罪嫌疑人拿走了 毕竟这个黑色的熊猫电视机 是一个很破旧的电视机 市场价格也就在两三百块钱 还有一些像零食这些食物 所以我们当时分析犯罪嫌疑人 所身处的这个生活环境 可能不太很好 在29号霍女世家 这家大门和她的其他的窗户 都是完好无损的 仅仅就是卧室的这个窗户 被破坏了 她是把不锈钢钢管的窗闸 从下面掰断 然后拉到上面 从窗闸的洞口钻进去 然后在房间里面实施了盗窃 她先后搜寻了大衣柜 五地橱 床头柜 在这些柜子当中 她找到了四千块钱 和一些零碎的黄金首饰 然后又从窗闸这边原路返回 它这个窗闸上是 我们发现了一个手套印 然后上面有纤维 应该一直从这上面爬出来的 挂到了 这两起的这个案发线上 距离很近 相隔一条街道 作案的手法和作案的方式 和24号赵女士家中的 这个盗窃的方式 几乎是如出一辙 由于这两货地域都处于 在清水比较偏僻的农庄里面 周围的监控条件并不好 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提取到 可以对这个案件侦破 比较有作用的证据 就在我们对案件进行 进一步分析和研判的过程中 在12月11号 清水地区的一个老住户 吴先生家又发生了一起 入室盗窃案件 吴先生家的对外的这个窗户 被人搬开 里面的这个防盗网 被人强行破坏 犯罪嫌疑人 也是通过破窗入室 实施盗窃 在清水地区连续 发生了多期的这个入室盗窃之后 我们决定对这个系列的入室盗窃 实施专办的攻坚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清水在12月20号 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这个案件 但是我突出了把那个后头船门打开着 回来的时候我就这个那天伤好嫩 我就叠头叠跑 咚咚咚咚咚压得干净 要冲安静 要冲安静了 对 就安静了 我说我怎么过来 我用完了 我怎么拿 我拿个窗子怎么办 我下车 我拿个窗子弄完了 进来的时候 他桌子就开着了 桌子开了 犯的一无妆 我就知道了 清兑了 劲子兑了 因为就干的 最不一定的就跟两人 有点事情就散过 就感到 有点好残酷的样子 哪个正性不是学汉纪的 对吧 哪个正性也不像是 经过清算 杨女士家中被盗的财物 高达六万多元 这些现金 据杨女士所说 是她这段时间 在这个集市上卖菜 所挣的血汗钱 还有一些经营首饰 也是杨女士多年以来 辛苦的积蓄 我们对现场周边环境 以及作案的中心现场 进行了实地的勘查 发现杨女士家中 安装了监控 那么这个监控 也是成为我们 破获这系列案件的 一个关键的证据所在 嫌疑人在院子中间 逐个房间行搜寻 左看看右看看 然后发现家里没有人之后 就比较肆无忌惮了 就脱手把那个窗户掰断 这个窗杂是薄销钢的空心钢管 被强行拉断了两根 从下面拉断 然后把它掰弯了 掰弯翻上来 这样它窗户就是一个小口子 然后犯罪嫌疑人 从这个口 钻到这个卧室里面 是落写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地方 通过我们这个视频 从11月24号的 记起赵女士家 被盗这个案件 一直到12月20号 杨女士家中被盗案 这五起案件当中 有很多的相似点 首先这五起案件当中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 都是采取暴力的手段 破创 入室 实施盗窃的 第二个 从第一起 11月24号 赵女士家中的监控 和12月20号 杨女士家中的监控来看 犯罪嫌疑人 为一名男子 我们从两个监控中 能够发现 藏衣没有更换 只是更换了裤子和鞋子 她的发型 身形 走路步态 应该是同一个人 因为都是那把子 所以我们将这五起案件 进行了串命分析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惯犯 很有可能 是有过倒计前科的 或者是 类似犯罪前科的 这个违法犯罪嫌疑人 因此我们在有过 类似前科的犯罪人员里 进行了筛查和分析 那么一名叫 张某龙的男子 进入了侦察员的办案事件 张某龙 与这一名 犯罪嫌疑人 有着极强的 体贸特征和外贸特点 但是我们从系统当中 登记的信息来看 张某龙并没有明确的身份信息 也就是说在系统当中 并没有登记他的籍贯 联龄 住址 以及他的这个家庭情况信息 他过去受过处理 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将其 详细的身份信息 进行核对和登记 我们也是很困惑 我们查看了他的违法犯罪前科记录 他在2004年和2007年 都被吴湖公安处理过 于是我们就联系了 之前办理张某龙案件的这个民警 他向我们介绍说 张某龙在第一次犯罪时 就没有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 和家庭情况 也没能在户籍系统内 查询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等到后来司法机关起诉 判刑的时候 都使用了他的自暴名 就这个张某龙 那由于张某龙是一个 无户籍身份不明的这个人 那么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确定这个张某龙的 实际落脚点 在杨女士家提取的这个监控 我们能清晰地捕捉到 犯罪嫌疑人 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走路 双脚往内扣 膝盖也往内扣 所以我们想通过 视频监控的排查 寻找他的这个踪迹 我们首先是 立足于清水地区 这个本地的监控 进行大面积的排查分析 在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情况下 所以我们决定让这个 视频侦查的同事 将视频侦查的这个范围 扩大到了整个五湖主城区内 那么在排查了将近一周左右的时间之后 在12月13号发现了一名身穿黑色上衣 走路有这个内八字的这个男子 与另一名女子出现在市区的闹市街口 从当时视频监控中看了就是女的挽着男的胳膊 我们分析应该是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两人往黄山西路和中和路方向再走 最后消失在了阴家山社区 那个附近 该女子身高在1米5左右 体态偏胖 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字 这些体态偏胖加起来之后呢 我们能够辨别出该女子叫尼某胶 这个尼某胶是五湖本地人 1989年出生 那么之前呢因为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喂你好 清水班所 就在我们对这个尼某胶啊 进行分析研判的过程中 那么清水地区 从22年的这个1月15号到2月17号 又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八起入室盗窃案件 那么我当时也反回头看了一下 之前的那五起的入室盗窃案件 发现这前五起和后八起 是有一定关联性和相同性的 因此我们将这前五起和后八起 共13起案件进行了归类和川柄 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13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就是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尼某胶 那一定能够找到在赵女士和杨女士家监控中 出现的这个倒计嫌疑人的落脚点 而且也就能够确定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我们所怀疑的对象 他是住在金山花园内 那于是我们就派出了一组侦察员 前往了这个金山花园进行抹牌 通过物业和聚会得知 尼某教的住处 那么当时也找到了这户 可是从当时的这个侦察情况来看 并没有发现这户有人居住 也就是说没有住宿的这个痕迹 物业说最近几个月都没有看到 尼某教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推荐 我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其住所搜查出大量的黄金首饰以及现金 张某龙在盗案之后的认罪态度并不好 当时也对我们说 如果你有证据你就抓我 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就把我放 我还想早点去看守所吃饭睡觉 张某龙仅仅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 也就是在他家当中搜出来的这些脏物 他都承认是他入室盗窃的违法所得 但是与我们之前串并的那13起案件 他并没有全部的承认 张某龙到案后 根据他交代的这个作案地点 我们在指认现场第一站 就带他去了杨女士的家中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杨女士在执行现场 并没有去责怪张某龙 而是劝告张某龙 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要行善 要做好事 不要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东西偷掉了 也就偷掉了 也不过来 他人家也想要做到的 在自卑的里面有的 我示范他们 以后做到出来 真正的做个好人 坏人比好人 永远不偷人家的东西 在指认现场 张某龙听到了来自杨女士 对其的告诫和关心 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我们当时也感觉到他这个内心是有所出动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想试图通过其女友 你某交对其进行亲情的感化 试图让他在法律的面前认罪悔罪 能够如实地供述其所有的犯罪事实 张某龙希望你 你一定要在里面好好的 我很好 你放心 你不要担心我 我腰一直都在吃 希望你能早日出来 我们在一起 出来一定要好好的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了 张某龙在看到李某交给他录制的这个视频之后 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的 甚至很感动 因为这样一份来自亲情的关爱 对于张某龙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那么在随后的审讯当中 张某龙陆续地交代了 其13起入室盗窃的这个犯罪的过程 并且带领民警 将这13起的入室盗窃现场 一一地进行了指认 承认了其所有的犯罪事实 你当时是怎么盗窃的 当时就是到处走 翻窗子进去的 翻窗子进去的 偷了哪些东西 偷了大概几万块钱 来进行手势 张某龙供述 他在每次作案之前 都会骗他的这个女朋友 尼某交 趁他出去是玩一会儿 或者是出去打零工 向他女友隐瞒其外出的真实目的 这些钱你都怎么处理了 有的是画的 有的是完的了 进行手势呢 进行手势卖的了 由于尼某交当时是 是被张某龙欺骗的 因此尼某交对这些黄金的真实来源 是不知道的 因此也排除了尼某交的涉案嫌疑 经过指认核查 我们已经将收缴的涉案黄金手势 以及现金 悉数返还给了受害人 对于张某龙来说 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违法犯罪人员 我们也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份信息 当时张某龙告诉我们 他是来自黑龙江七夕的 两千年左右吧 我爸爸经常喝酒 经常喝酒 家里有没有房子 住在那种土房子 原来我爸没事会去喝酒去打我 我就是跑 每次跑 就往火车站跑 跑每次都给他逮回去 逮回后来就上车了 就从此 就到这儿流浪 冬天就在火车上面过 夏天就到这儿走 这东西我都记不清了 二十多年都当然都记不清了 我父亲在我印象当中就没有印象 你从小没见过你母亲吗 没见过我母亲 从小什么可以送管 没得食物人家要的吃 半年开始小肚小肚 开始偷什么自行船 04年左右到五湖市 因为抢心罪被判三年 当时的办案机关 因为找不到他的这个确切的身份信息 所以对他进行了古灵的测试 测试结果是 他生于1989年 这样才模糊地得到了一个 他的一个年龄身份的一个信息 我们当时也分析 张某龙可能是由于他自幼的这个经历 漂泊他乡 无依无靠 缺少来自社会的关爱 尤其是家庭的关爱 慢慢地走上了这个违法犯罪的道路 虽然他实施了盗窃犯罪 因为他承担他的法律责任 但是我们得知他的这个身世 以后我们也是想帮他 这个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我们其实也给你去问了 当地的那个地方 派出所改名字都改了三遍 一年这么多年了 又不是一天了 一年两年 爷爷给你查了原始档案 但没有你说的这个叫张收海的这个人 这我就记不住 反正我记得的时候就记得张收海 虽然当时张某龙表面上没说什么 但我们当时都能感觉到 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我们公安机关 能够帮他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毕竟我们办案件打击为辅 帮助为主 我们还希望你能出来 好好为这个社会服务 积极改造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出去之后我们想办法 给你解决这个护口的问题 我们也对张某龙进行了血样的采集 并且提交到了公安部平台 做进一步的比对分析 希望能够通过公安部的平台 为其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通过这种情形感化和这个人怀关怀 让他回归社会回归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